有透露他也想回臺灣嗎 有打算還說愛者請坐 貴婦奶奶男友父親民姻黃麗雄 返臺受審 經過12小時詢問滿臉疲憊 法院預定他50萬元交保 還得帶上電子交流監控 因為涉犯大雞罪 所以臺北部有空氣 現在本處依 平時說法第87條來 回顧這項案件 貴婦奶奶和男友黃伯健 合開醫美診所 在2018年吳玉錦倒閉 他們和黃麗雄被控捲款 十億遣逃 遭到發布通緝 而男友母親也同樣 因為其他案件挨告詐欺 同樣被通緝 只是逃亡近六年突然返臺 外界推測肯定經過沙盤推遠 黃麗雄起初聲稱 不堪美英會 華青幫等黑道追載 才向加拿大政府申請 政治庇護未成 主動聯繫調查局返臺 但也有知情人士透露 兩人因為年紀大 健康亮紅燈 為了使用健保看醫生 才回來 因為有將近80歲了 所以有落葉歸根的那種感覺 並沒有所謂被遣送出境的問題 委任律師否認傳言 黃麗雄返臺就連辯護人 也都是重金禮聘 這名翁偉倫律師來同並不小 承認事檢檢察官 偵辦過北瞳女童歌喉案 復興航空香燕 碟定花翻車事故等重案 卸下公職後自行開業 法界人士透露 律師費至少百萬元起跳 但欠稅七千多萬元的黃麗雄 該如何負擔 外界打上大大問號 對這件事情有怎麼樣的看法 黃麗雄的太太黃麗麗珍 遭到無保請回 限制住居及出境 現在也傳出貴婦奈奈和黃伯健 始終不婚 就是因為她反對 因為她認為兩人是姐弟戀 且相差六歲 若是結婚必定相克 後來因為貴婦奈奈 曾在黃伯健 欠在遭如走時 斡旋救人 黃麗麗珍深受感動 才同意兩人婚事 只是現在一家人都成了過些老鼠 兩老雖然已經回台 但貴婦奈奈黃伯健 何時反台面對司法 廣大受害人都還在等 三立訊問王一軒 陳明喜 SNG台北朝延眾的報導